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大变小 都是根据胃里的食物来的 我们的胃容量虽然可以扩大 但是胃的大小却不会改变 节食是在短期大量减少食物的摄入 食物吃的少了 胃里的空间也不会撑到很大 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算是促胃了 但是 由于胃本身就是一个收缩性比较大的器官 只要不是过度饮食 胃都不会被撑得过大 反过来节食也并不会影响胃的收缩 因此节食缩胃谈不上靠谱 那怎么样才能控制胃容量呢 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师告诉您三个真正管用的办法 一 每餐只吃七分饱 什么是七分饱 就是觉得自己已经不乐蛋 还能继续吃的时候就是七分饱 七分饱可以从管住嘴的源头上预防肥胖 还能让养成食不过量的好习惯 二 按时吃饭 看上去像是废话 仔细想想自己真的做到了每天按时按点吃饭吗 真的没有鸡一顿饱一顿吗 按时才能让胃在相对稳定的时间有序地进行食物的消化 也是保护胃的一个行为 三 不抱引爆食 好多国人由于工作性质 往往聚餐食一顿饭猛吃猛喝 一个人的时候一顿饭该吃不吃 这样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 还亦造成营养不良 以上三个妙招也并不能真正让胃缩小 毕竟胃的大小是比较固定的 不过如果养成了这三个习惯 让胃能够正常运作 正常收缩 消化食物 对胃在身体内的良好运作大有一处 结实缩胃的目的也是减肥和控制食量 上述三招就能很好的控制食量 食量控制住了 还怕不能顺利减肥吗 同样的 胃健康的 养成了良好的用餐习惯 让胃有序论转 不仅是一种变相的缩胃吧 各位朋友 你的胃还好吗 你还知道哪些靠谱的养胃方法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生活经验